想要提高路跑能力 这种每次越野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这就是我的训练产地 这是一圈400米的越野田径产 因为这边有小碎石 所以你去推登地面是非常泄力的 那你会明白 移动的关键不是推登 而是提拉和重心的转移 如果你再让我们往地上 用力的去蹬地 你只会跑得越来越慢 因为心率特别高 这个土路练完了高估了自己 以为自己能跑30公里 看来还是平时路跑可以跑30 但是我这跑21 就感觉足踝小肌肉群 不管是膝盖附近的小肌群 还是脚踝附近的小肌群 还是小腿的双站程度 都会有一些疲劳 所以有此而知 土路锻炼真的很能练到你的小肌群 但你平时练不到的一些肌肉群 能到得以锻炼 让你能整个人的重心 还有你的长刃程度变得更好 说你能每周沦路一下土路的训练 是非常非常好的 哎 我的不知 手就松了 跑步人挺可恶心的 对 踩在身上吗 拜拜拜拜拜拜